好 剛剛廣告的時候 大家沒看到 剛剛侯友宜呢 就是在這個顏寬恒前面 他有跟顏寬恒握手 兩個人看起來握手 那今天呢 這國民黨中常會呢 是營造一種大團結的感覺 但請教教將軍 你怎麼看今天這場中常會呢 郭董真的吞得下去嗎 我其實我們大家都認為 郭董第一時間一定翻臉 想不到郭董吞下去了 所以我們合理的推斷 郭董其實知道 他是正在幫朱立倫演一齣戲 兩個人喬好了 早就喬好了 就是其實從郭董 開始出來選的時候 朱立倫就有意無意的暗示他 我們一起把侯友宜趕快逼出來 不要叫他再拖了 不要叫他再拖了 如果沒有郭台銘 侯友宜現在還在新北市府 繼續拗著 他要等到拗到前面的局處長 質詢完後面該到他 可能六月下旬了 所以說朱立倫也撞不住了 為什麼你知道 所有人都在罵他 所有人都在嚇他 他說你嚇我沒用 是你們講的那個人 他說先不要那麼早提 那怎麼辦 講不通 其實侯友宜的脾氣很硬的 你叫他說五月份就 就徵召你好不好 不燙 他不要 那怎麼辦 只好找一個人用一出戲 把他逼出來 不是有必要嗎 郭台銘花了幾千萬 然後跟那麼多人合照 為了要拱侯友宜出來 侯友宜早就想出來了 他只是今天終於宣布說 我要參選我就要慎選 今天終於宣布了 幾千萬對郭台銘來講 花幾千萬買個 蠻爽的 對他一天而已 一天所得而已 就差不多了 就搞定了 問題是你要看到 郭台銘是真吞還是假吞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你把郭台銘 即使你事先跟他講好了 你事先跟他講好了 你出來搞一下 對不對 趕快把侯友宜逼出來 然後這個說不定 你的事造起來了 可能就是你了 所以我講郭台銘心中是講這樣 本來是假戲 本來是演戲 演一齣戲把侯友宜逼出來 叫做撩高大戲 要把侯友宜抓出來 可是演到後面 郭台銘開始相信一件事 我好像會贏 我好像會贏 為什麼 從高雄 從屏東 從台中 這三場都大爆滿 所以郭台銘本來是演戲的 本來叫戲劇人生 到了高雄 屏東兩場辦完之後 他發現 我好像真的可以當皇帝 我本來叫你演皇帝 叫你演皇帝 戴著皇冠穿的龍袍 你穿得蠻爽的 可是當你演了兩出戲之後 你發現 好像不用演 我真的是 所以他玩真的 當朱立倫發現郭台銘 假戲真做的時候 他出了個殺手劍 你發現台中那場大爆滿以後 到了板橋 怎麼樣 一千人 一千人 就是朱立倫告訴你 誰才是老大 你以為你在屏東這麼多人啊 你以為在高雄這麼多人啊 你以為台中爆場啊 是我答應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之前那些人跟郭台銘拍照 都是有配合出來 他現在把人抽出來 讓郭台銘也沒有炸鍋的理由嗎 因為朱立倫是一個 非常善於操弄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跟這些中部的南部的 這人講說 哎 郭董配合一下 你們都要選嘛 對不對 何必跟郭董交惡 你黨中央同意啊 我們OK OK啊 等到台中廠 郭董打算假戲真做的時候 板橋上踩刹車 為什麼要到板橋上 你認為郭台銘的市場 沒有先跟朱立倫商量過嗎 有 就是如果到了台中廠 阿高還在那個地方 拖 不出來 我就讓你板橋爆場 可是呢 台中過後 阿高已經發現不對了 已經不對了 然後呢 朱立倫也發現 郭台銘不對了 他要玩真的啊 所以讓你板橋場 爆炸 讓你板橋場爆炸 如果國民黨 在板橋 桃園 新北 台北的政治人物 全部都協助動員 你認為板橋場 板橋場不破三萬人嗎 就是因為發現 郭台銘要假戲真做了 所以朱立倫跟你踩刹車 讓你爆炸 所以那天在板橋場 郭台銘沒有 沒有結束就先走了 不舒服 怎麼回事 怎麼人這麼少 不是要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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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黨中央 叫我們說不要淋雨 不要感冒 就這樣 你認為郭台銘心中沒有底嗎 所以從板橋場以後開始 郭台銘就發現他的氣數 他的皇帝夢 他的總統夢要醒了 但是呢 你說他心有沒有不甘 有不甘啊 有不甘 所以不然他不會沉默了兩三天啊 飯局也取消啦 造勢的記者會也取消啦 最後在家裡面宴請 然後宴請後 某個議長出來還講說 我到目前還是支持他 要翻供你等明天 郭台銘不通嗎 已經有個伏筆在了是不是 可以翻供耶 就是你現在支持我 不代表你永遠支持我 你現在挺我 不代表明天過後會挺我 所以說郭台銘沒有辦法 所以那一篇 常常的支持侯友宜的文章 我覺得如果是郭台銘自己寫的話 你知道嗎 那個電腦的鍵盤一定要防水 老淚縱橫 成據以顯性 對不對 本人在此非常難過 而且我覺得剛才 剛才介紹郭台銘 介紹侯友宜出場那一場 我彷彿感到是在介紹石神 怎麼說 對不對 他是統領八萬人的警政署長 他愛名如子 他有如陽光 我告訴你 介紹石神出來怎麼講 我跟你講 他高傲 但是宅姓仁厚 他低調 但是受萬人敬仰 他可以把神仙 吃給人類的火 運用得出神入化 看身上藝術的超級大師 他究竟是神仙 還是地獄來的使者 但是我們給他肯定 他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侯友宜 我天啊 這在演石神嗎 所以我剛好看國民黨中央 朱立倫背的那一段話 真的讓我想到當時介紹石神 出場的那個師儀啊 這真的是虛偽到不能再虛偽 明明朱立倫心中就不喜歡侯友宜 明明朱立倫心中他就自己想選總統 講得多痛苦啊 舉得多沉重啊 那怎麼辦 我告訴你 你真的以為郭董被整合了嗎 大家來看一看 這是郭董那一篇含著老淚打出來的挺郭 這些這個臉書 郭粉下面有人在看是不是 這個因為前面有幾個超噁心的國民黨的議員 都要選都要選立委的啦 上面講什麼 哎呀 郭董啊 你大氣啊 郭董啊 顧全大局啊 郭董啊 你真是我們最尊敬的多董 不重要 下面那些議員留言完 下面的才精彩 講什麼你知道 這個在某個議員下面留到 朱立倫真是民進黨的臥底沒救啦 然後郭董委屈啦 真不知道喔 你跟國民黨合作是圖了什麼東西 那我剛剛看了那個留言 好像是許巧欣跟那個中佩軍 都要去留言是不是 還有還有 還有我們桃園也有 桃園之光也有 他都沒罵囉 對對對 都有全部的都罵爆了 他說郭董啊 你加入這場局沒有救啦 我乾脆轉投科啦 沒有郭董就投科啦 這個狀況 看起來是團結嗎 這個狀況 真的如朱立倫那種運籌帷幄 可以幫侯友宜解套嗎 不叫解套 射圈套啊 郭台銘你認為整合了郭台銘 就整合了郭粉嗎 郭粉是無法整合的 郭粉是討厭國民黨 也不喜歡民進黨 但是呢 討厭國民黨 還比討厭民進黨多一點 雖然寧可去投柯文哲 也不要投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這一場 沒錯出場很漂亮 拍十神可以啦 我現在大膽預測 就是台灣六月會下雪 怎麼說 因為台灣的阿明死 跟他出外國啊 知道嗎 真的是太約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先跟大家報告 他有三個冤區 這三個冤區 要看台灣人幫他找回公道 第一個冤區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 郭董 郭董是誰 我們都叫他台灣首富啊 結果被朱立倫再捕一個 台灣首富 不用一口腿腿啊 你知道 我長期跑台索 台索有一個當班 當家的人 跟我說過一句 我這一輩子非常受用的話 他說 我跟一個人合作 我如果讓你碰一次 是你干涉 因為你背叛我對你的信任 我如果讓你碰兩次 是我建設 因為我勇敢給你配兩次 這個畫用在郭台銘身上 你郭董 你還會讓郭民動 配兩次 為什麼你不是 你開心 我自己要走你來的啊 自由式規則沒有講清楚啊 所以我就說 首富被他們玩到 被一口腿腿 這是第一冤區 第二冤區 他說什麼民調啊 什麼耐達度啊 公開透明啊 民調 就用民調來講 我跟你講 這民調一弄出來 你真的發現 台灣民調是我們死耶 怎麼樣冤死的 我跟你講喔 我們先看那個郭 就是用郭台銘跟侯友宜 再看的情況之下 就這樣對比 黃色這個部分 七個民調裡面 郭台銘勝侯友宜 是勝五局耶 所以呢 你七局裡面勝五局 那當然是提郭啊 你怎麼會提侯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手上的 都不是朱一輪手上的民調 所以朱一輪說了算啊 對啊 所以啊 就冤區嘛 第二件事情 我跟你講喔 他是 你不要不只 只是看他那個 郭台銘跟侯友宜對 你如果說 國民黨跟那個 柯文哲這樣對比的話 七局裡面 柯文哲竟然贏 侯友宜三局 就是換句話說 你泱泱大黨百年 大黨國民黨 竟然輪為小三耶 竟然七次裡面 有三次他輪為小三 所以在前天的 柯文哲的一個專訪裡面 他就直接 我就問他說 好像現在如果國民黨 真的是提名 柯文哲的情況之下 竟然至少有三次 兩到三次的民調 顯現出說 是你會贏郭台銘 柯文哲直接就說 韓粉 深藍 絕對不可能提名侯友宜 所以現在 今天最開心 晚上睡不著覺 是誰 是柯文哲啊 他會講說 哇 運的運的運的 運的運的 他本來覺得自己 機會不大 現在機會越來越大 第三個 剛剛我剛剛提到 萬事業 台灣阿美萬事業 第三個冤屈是什麼 第三個冤屈是 你這樣子一搞下去 過去這四幾天 你連郭台銘 未來跟柯文哲 合作的可能性 都給他玩死掉了 那一天 柯文哲在專訪的時候 他直接說 我們就問他說 如果郭台銘回來 找你合作的話 你會不會跟他合作 他直接說 如果他花了這麼大力氣 搞了這麼久 結果國民黨根本沒有提名他的話 你就會小轟 小轟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就GG了 你就玩玩了 那怎麼可能 你被國民黨都不要的 我現在有機會變成第二大黨的人 我還要要你 所以意思是說 他也沒有必要去跟柯文哲合作 反正你後面也沒有國民黨了嘛 對啊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韓粉不爽的 或者是說 郭粉不爽的 他現在就會把這個票 全部都灌給柯文哲身上 所以我大膽預測柯文哲之後 每一次民調 只會比侯友宜越贏越多